這樣持續30秒到60秒的時間 假設我們在現在講話的過程中 你開始覺得不對 我的手會麻 會刺痛 會有任何的感覺 就要特別小心 你可能已經有碗碎到正後去 把你的手打開來 小心往下 手打開 對 有沒有手直接往下 你一會有拉的感覺了 對 整個從胸部 你會覺得 如果你今天胸悶 你連胸口都會打開來 不 我做到了 你看 不行 歡迎收看健康有方 讓您健康 恩此方 早上醒來的時候 你是這樣伸個懶腰 好舒服 還是被一個鬧鐘 兩個鬧鐘 三個鬧鐘 四個鬧鐘 給嚇醒了呢 然後一整天就昏昏沉沉 想說下午的時候 咪一下 稍度鼓一下 起來也是全身都很痠痛 怎麼會這樣子呢 睡沒法嗎 怎麼老是覺得昏沉昏沉的呢 來 我們要給你健康恩此方 讓你察覺一下 你自己的身體 在跟你說什麼話 好 邀請到來賓為大家來介紹 首先介紹的是 嘉義科的醫師 陳欣梅 欣梅好 好 還有我們的營養師 黃淑蕙 淑蕙好 淑蕙好 還有我們的瑜珈老師 唐又欣 又欣老師好 又欣老師 我練瑜珈可以練得像你這樣嗎 每個人練瑜珈 什麼時候練 年齡就停在什麼時候 而且身材一定是附加的更好 一定會更好 他還聽到了嗎 各位來賓 我們都要開始玩 好簡歷喔 最近是回憶 沒有 好鼓舞喔 我都不會逆鈴啊 逆鈴 一定是會啦 回春加逆鈴 回春加逆鈴 好 很多人其實希望可以回春啦 對 也希望可以逆鈴 拜託 我連鬧鐘我都克服不了了 還逆鈴咧 早上醒來說 很多人其實是非常忙倫 因為時間不夠 時間又很倉促 所以我們想跟大家一起來看一看 你每天早上的動作做對了沒有 譬如說早上請問各位 用幾個鬧鐘起床啊 我一個 不錯耶 對 我還滿厲害的 只是我用完鬧鐘之後 我人是醒了 但我人是沒有離開床上的 好 我再爛一下 對 我眼睛也 我眼睛是開著 我也沒有真的就是躺在那邊去睡覺 我就會坐起來 然後就會做一些事情 然後我就在想說我為什麼會這樣 就我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就會打開手機 就一直滑 一直滑 然後就開始聯絡一些事情 我就也不想離開床 你就坐起來了嗎 我就坐起來 我頭是打開開機的 可是我覺得一大早就開始用手機好累喔 像我早上起來 嘉義科比較忙 他很多事情 我就先命令一些事情 對… 安排事情對不對 對 但是我都沒有離開位置 我就一直這樣坐… 然後坐完之後我就開始放空 然後我後來會發現 我這個時間大概會30分鐘 我會誇張 我會提早起來 太誇張了 可是我用了這件事情之後 我就花了30分鐘時間在做這些 就是我也不知道在幹嘛 然後後來想想 可能是跟我自己的生活習慣有關 因為我只要一開始工作 我覺得我都會用Turbo的速度 在做一般的事情 所以我一般 比如說我只要一坐在電腦桌前 我一開始在幹嘛的時候 我就會… 我的手是… 我的頭腦響的會比… 就我的手是來不及打 我想要打的字 我相信腦子跑得比嘴巴跟手都快 對 比較聰明的人 所以那時候就會… 你就會覺得你整個人 就是要用Turbo速度在跑 所以白天起來的時候 我就會有一個放空期 那個時間就是你也… 你不想讓你馬上進到Turbo 可是你又就是卡在那裡這樣 你知道我長期做那個Live的節目 早上六點的Live 所以我四五點就要起床 以前要鬧鐘叫 後來我已經有自然的生理時鐘 對 你已經會自動起來 六日我也一樣照樣那個時間醒來 好慘喔 好慘喔 那個就是腦子裡面有記憶 但是因為早上做Live 所以我是一跳起來就可以做事 我每次都要被我老公提醒你說 你不要跳得那麼快 會受兇 真的 那詩惠老師你自己起床的時候呢 我是不得不 老實說因為我蠻晚睡的 因為我先生工作得很晚 我必須等他回來 然後再陪他講一下話 做一下動作 那個運動 做一下動作 做一下夫妻要做的動作 我想當其他的東西上動 是OK的嗎 還是很好 做一下動作 你健康就很健康 OK 但是隔天早上小朋友要上學 其實我最痛苦應該是 小朋友在讀書的那一段時間 我平均大概 晚上睡覺大概就是1點多睡 可是小孩早上大概6點就得起來 我甚至一早要幫小朋友做便當 睡不過 6點就要起來 所以我那個時候大概就是一個鬧 我是一個鬧鐘 但是我會轉兩段時間 是 我會比如說我再轉6點 然後另外一個下一個是6點15分 也就是多睡15分鐘 其實我有時候也會這樣 因為有重要事件的時候 你就是反正你不小心睡過頭 還有下一個鬧鐘等著你 我就是會這樣 其實我是給自己有一個多15分鐘 醒腦的時間 你知道嗎 反正就是下一個鬧鐘想的時候 我就是勢必我非得起來了 那其實是因為卡在小孩要讀書 所以我非得起床不可 但是後來現在小孩都大了 都上大學了 所以我現在就比較不會有那樣的壓迫感 然後也慢慢慢慢 我盡量會是會把時間往後拉 就會比較正常 不過一般來講 從以前我會養成一個壞習慣 我1到6都會很準時 就是什麼時候睡什麼時候起來 但是禮拜天 你也要來一下 對 就是我們的補眠 日子是一種新的族群 叫做心理不滿足 心理不滿足 我真的會一直那一拿 我跟我先生都會 因為我們都會感覺 我們好不容易就有一天 可以不用工作不用上班 就可以好好把它睡飽一點 然後我們就會睡得很晚 你知道嗎 我們往往會睡到9點10點起來 它的晚其實也沒有多晚 9點10點其實還是OK的 可是問題是我們的早餐就吃得很晚 我的早餐 妳到了一個年紀跟我們一樣的時候 就知道睡不到中午以後 真的 真的 睡不到 睡不到到中午了 好 那完了 我很小的時候就是很習慣早起 可能我們早上起來 都會自己練一下Maiso 就是練習瑜伽 所以我都差不多 以前是5點多就起來 我現在有寶寶 其實他6點也起來 其實我就稍微的起來一下 深呼吸 慢慢他就醒來了 而且也不會很累 而且我很奇怪 我很容易就小小的就睡著了 可能待會大家沒講話 我可能就一下睡著 5分鐘就醒來 然後精神又抖手了這樣 所以就忽睡忽醒可以很快 這種人通常是比較放鬆的人 有的人根本在物昧之間 你知道我有朋友他們很絕 他用三個鬧鐘 但三個鬧鐘並沒有放在他身邊 要很遠對不對 一個放身邊 一個放床腳 另一個要放到門邊 我兒子就是這樣 因為第三個想的時候 你一定要走 不責不起來 不責不起來 這就是我聰明的方法 我沒有想過 比起每個人厲害的 對 滿厲害的 但是還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動作太快的話 其實是會有身體上面的危機 我們先講第一個危機 我們每一年到了冬天的那個時候 尤其是天冷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在早上 早上在快要起床的這個 六點到八點這段時間 送急診的人特別多 那送急診的人的原因 有一部分的人 是因為心肌梗塞 或心臟方面的問題 後來就回去回推說 那你這個時候 到底是做了什麼事情 有一個很重要的時間 起床的時候 我們很快速的起床 讓我們身體 從一個很暖的被子 跑到一個很冷的環境中 那這個時候 其實我們大家會想說 那是冬天嗎 現在是夏天 我沒這個問題 大家特別注意了 像我們夏天 很多人喜歡開冷氣水餃 那冷氣有些時候 假設你沒有設定 所謂的這個舒眠狀態 它有時候會越來越冷 越來越冷 所以尤其在夏天 你又不可能像冬天 穿了一件棉袄去睡 你可能會穿很單薄的衣服去睡 所以當你從很暖的被子 一打開出去的時候 就彷彿在冬天的時候 到了很冷的環境一樣 所以會有心肌梗塞的問題產生 所以其實之前 其實我們就有一個案例是 這個病人是 我們早上會有那個 我們以前會止急診 我們早上的時候 這個伯伯就直接被 送進來我們的醫院裡頭 後來他就說 就是後來他的胸口悶 我們一做檢查 他其實心肌梗塞 我們再去跟他聊 後來是就處理完了之後 我們跟他聊 跟他家人聊 他說其實他這個情況 已經持續非常久了 他每天早上一起來的時候 一起床 他就覺得胸口悶悶的 但他都一直把它解讀成說 可能是我昨天沒有睡飽 我最近太累了 又或者是他覺得 他可能沒有運動 他生長完之後 比較OK了 他就覺得沒事了 他就一直忽略這個現象 直到有一次是 胸口悶到不行 到醫院已經是心肌梗塞 好險那一次 我們就心臟缺血好了 不講心肌梗塞 因為他後來是有救回來的 是 那所以我要跟大家提醒 是說我們在睡覺的時候 到起床的過程 我們稍微給他一個 暖身的動作 這個暖身動作 就慢慢的做起來一下 等身體比較暖和一點了 我們再真正的離開床部 這樣才不會有一個 突然太冷而造成的心臟問題 所以那個冷熱是有必要 你要了解一下溫度 沒有錯 不如說在冷氣房 睡覺醒來的時候 我覺得我好像 我沒有吹得很冷啊 可是放在旁邊的那一杯水 是 對 是冰的 然後那個房門的把手 是冰的 那你就要知道 這整個屋子裡面 冷了一夜的時候 溫度 所以心肌梗塞 不是只有在冬天專利 夏天也是要小心 湯老師也會特別留意 像溫度的差別 突然跳起來做事情 我不會突然跳起來 我記得很早以前 我還幫一個崔爺爺寫過 他的書的序 他103歲 身體特別好 他早上起來 還要眼睛閉的去轉眼球 還要去繞舌 還要拉拉耳朵 他是軟身的動作 對 床上軟身對不對 對 在床上其實就有很多 暖身動作 而且像早期 我們早上瑜伽 其實叫做Maiso 就是你自己要練一套 那這些動作都要循序漸進 而且你要發現 如果你家裡的溫度通風也很重要 不只是冷不冷 當然天氣很冷 或是你自己感覺環境很冷 你會知道 有時候是覺得悶悶的 自己不曉得 以為自己是胸口悶 其實是整個環境都悶 所以你要從環境去想 有些人會很習慣到戶外 戶外到公園裡 可是公園有時候太陽也很大 或是太冷太熱其實都不行 所以要特別 其實沒有特別講到說 很多老人家 都是一大早就出去做運動 我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的爸爸 我爸爸90歲 他打太極圓打了60幾年 那他以往 他都是凌晨4點就起床 他起床的動作 他不是馬上下床 他在床上先打坐 床上先打坐 對 然後他做八段緊 就是體操就是柔軟操之類 全部都做完了 他才下來 下來之後5點 大概5點他就出門去運動 打了拳打回來到7點半 然後8點是他的早餐 他就是 每次年都很規律 所以他OK啊90歲 身體還OK 我們也是需要這樣 就是從年輕 就開始要有這個習慣 早上起來就是先靜坐 然後你就調整呼吸 甚至你靜坐完以後 你可以把一整天的事情想一下 你就會變得比較有規律 做任何事情 但是我起來可能只剩下5分鐘 我就要出門了 你知道很多人 就是一定要睡到滿足 我跟你講 但是出門的時間 只剩下10分鐘 要刷牙洗臉 還要化妝 還要戴假睫毛 我大人 就你們一個睡前 你要怎麼樣 我們叫大休息 你知道瑜伽大休息 5分鐘可以抵8個小時的品質 所以你會睡短短 可是品質非常好 然後起來你就會容光煥發 而且你會覺得精神是飽滿了 即使你早一點點起床 你會發現整個精神是好 時間是足夠的 你可以 慢慢地去做你的日常生活 而且會覺得充裕 然後你早上還可以運動 就是整個身體變得很健康 對啊 但是我發現有很多人 就是那個早上的時間 是很壓迫的 譬如說早上的時間 你根本不夠了 我剛剛講的說 還有你慢慢醒過來 我早餐我都來不及吃了 那早餐很重要 對 早餐很重要 對不對 星美 其實我要替這些上班族 像阿爾姐這樣的上班族說 說一聲話 我們很多營養師還有我們醫生 都會說你早餐就是要豐富 就是要完整 就是要多元化 但問題來了 你什麼時間準備早餐 尤其有些媽媽 她其實相當辛苦 她要幫孩子準備早餐 等到準備完一個回神 我的早餐呢 不然我就去賣 我就去那個便利超商 直接買一個現成的早餐 其實這樣子久而久之 對你的身體狀況是不好的 我們先講一下 早上在起床的時候 其實早餐這件事情 它就可以誘發我們頭腦 告訴我們 我們真的起床了 很多人第一餐會忽略掉 但是其實你不知道 你整個新陳代謝是會下降的 我們早餐吃的比較好一點的時候 它會讓我們 早餐裡頭的一些維生素B群 或者是一些碳水化合物 它是讓我們去呼喊我們自己 讓我們自己有能量說 其實今天已經新的一天開始 我們可以準備起來 但就像我剛剛講的 很多媽媽上班族 他沒辦法自己準備早餐 今天教大家一個簡單早餐法 我都會跟我的所有的這個 病人都會講這件事情 簡單早餐法 就兩個東西你可以備著 第一個東西 準備一個很好買到的水果 例如芭樂 例如香蕉 我相信這個東西大家是 這個我做得到 對這個東西是 冰箱就有嘛 我一定多拿出來退冰一下這樣 對你不用切 你就是一個完整的蔬果 把它放著 每天隨便準備著 每天早餐拿一顆 第二個東西是我們的 我可以建議你的 是牛奶 或者是雞蛋 好我相信很多人 其實家裡放個雞蛋 放在電鍋裡 蒸一下水煮蛋 很快就出來了 每天早上 準備這兩個東西 其實就是可以啟動 我們元氣的很重要來源 原因是為什麼呢 其實在我們的這個水果裡頭 它除了含有碳水化合物 它是好的碳水化合物以外 它的B群含量很豐富 所以B群其實它在某一些程度上 是可以誘發我們 啟動我們熱量燃燒的 一個很重要關鍵 所以水果很重要 但不要忘記 我們早餐需要點蛋白質 所以牛奶 豆漿 又或者是一顆很簡單的水煮蛋 尤其是水煮蛋裡頭 它其實含有非常豐富的營養素 尤其是很多的 不同種類的胺基酸 你知道這樣一併 其實你的早餐 就可以變得很健康 我覺得這兩個 我好像是做得到的 對 要不然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煩豆哪一早 我們才要吃什麼 因為像我覺得最方便 我就是買個麵包 買個饅頭 包子 我就這樣準備 可是你知道男生很難伺候 我老公會跟我講說 早上起床 喜歡吃一個熱熱的 暖一暖胃 道理很對 你覺得我幾點 應該要起床 幫你準備早餐 南部有很多朋友 早上要吃飯 會吃那個粥 肉燒 有要吃肉燒 滷肉飯 因為我們南部人 喜歡吃滷肉飯 然後加一碗 牛肉湯 牛肉湯 他們的早餐 是真的很豐富 因為他們認為我早餐吃完了 我一整天的 能量就會起夠 能量就夠了 他們是真的很認真的吃早餐 所以在南部的確是有 你們去外面就有那種 像類似早餐自出餐店那種 我就覺得那個像是午餐 可是在南部 其實他們說那個叫早餐 是 的確是 吃得很豐富 家裡好像很好吃 沒有 可是因為對他們來講 他們真的把他一整天的能量 他都攝取進去 其實並不差 但是我會建議 如果你是採用那樣子的早餐方式 蔬菜還是要加點 回到我們剛才講的 陳醫師講 B群你要進來 我先煮你要進來 對 不是只有碳水化油 只有蛋白質 B群也要進來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也很忙對不對 小朋友出門了 我也很忙 我時間很短 所以做一個最簡單的動作 像剛才陳醫師講的 水煮蛋 這大家都容易做的 豆漿牛奶 這個也很容易 超級市場滿就有了 對 那一般來講 甚至我會建議 如果女生 你如果是一杯牛奶 或是一個水煮蛋 OK了那就OK 可是一般來生可能不夠飽 熱量還基本上不夠 我會建議你要加一個 雜糧的主食 雜糧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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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或者雜糧麵包 對 我就帶了一個很簡單的 這就是我的早餐 那這個 這個是我拿的蔬果精力湯 裡面有什麼 就選當季 反正有什麼 冰箱有什麼 就做什麼 好香喔 有芒果 奇異果 芒果 小黃瓜 西洋芹 胡蘿蔔 蘋果 塞滿了 對 那我哪有每天時間來切割 我跟你講不是每天 你就禮拜天 休假的時候 你就把它切割好 分裝好 放在冰箱 早上起來做什麼動作 打出來丟裹自己打 就OK了 對 你根本不用切割 切割不是你趕上做的事情 你要不要把它準備好以後 叫你老公自己打就好了 很多家長是這樣啊 真的喔 小朋友長大 因為像我女兒到後來大學的時候 她就自己弄啊 好棒喔 她就可以自己弄了 要不然都是媽媽一個人在做對不對 對 媽媽做得要死 然後呢 雜糧麵包之外呢 有水煮蛋 剛才陳醫師講的 我們要把油脂蛋白質放進來 我會建議加一個堅果醬 堅果 好的堅果醬 事實上有好的油脂 它甚至可以延長你的血糖 讓你可以吃 血糖一直聞聞聞聞 硬到過中午 這個是有研究 你那個堅果醬 是自己用堅果打的嗎 對 你要把它 你打了什麼東西 南瓜籽 好香喔 對呀 很香喔 就純南瓜 所以要有一點油脂的東西 自己打就可以了 對自己打就可以了 你如果真的沒有時間 其實現在市售很多 很多純的堅果醬 都可以啊 好那其實我會跟大家建議 就是你只要早上這樣子 你的當天 早上到中午的工作 很有精力 然後血糖會維持得很好 是 這個提供給大家做的參考 我覺得很多媽媽 各有自己一套的方法 但是不要做得累死自己 對 對 那你說我早上就給你穿得很好 結果你去辦公室 也是幾天累到要死 回家面都吵摸摸 為什麼 其實在辦公室有很多地雷 都是你不小心誤觸了 觸到什麼地雷呢 待會兒告訴你 馬上回來 手背對手背 手背對手背 垂直的就是肚 這樣持續30秒到60秒的時間 好 接著我們的健康友方 要給大家健康N次方的升級 就是特別設計一個題目 讓這個嘉義科的醫師 自己往裡面跳 因為 因為新梅說她早上起床的時候 會在 就在床上先滑手機 交代事情對不對 很多人在辦公室裡面 其實有很多情形 就像新梅這樣子 對 她要用電腦 對 她要發落很多事情 她幾乎都是要在那裡處理事情的 對 這一些是有後遺症的 其實辦公室危機非常多 對 我先講一個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辦公室危機 這是我之前出的一本書 然後我裡頭畫一些圖 我拿隨便一張起來用 這張圖就是 我們發現現代人有個很大的特別 現代人的失眠 越來越早發 可能你開始上班 甚至你在學生時期就有失眠 你就回看她的一個生活作息 會發現一個特殊現象 她會在回家的時候把她的電腦 或者是她的一個辦公的東西 帶到床上去用 比如說像台北市 台北市很多人都是套房 一套房就是 一個套房一個床 就當沙發 當睡覺的地方 當那個打電腦的那個 那個椅子 吃飯工作睡覺都在那張床上 對 那這種我們說 把工作帶回家的時候 尤其你還不只帶回家 還帶到床上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 你可能床 你頭腦對床的感覺 會產生錯誤的判斷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會建議說 其實在家裡尤其在床上的時候 床就單純只是一個睡覺的地方 雖然我講的不是 蠻沒有說服力的 因為我自己 剛剛都說我在 這個起床的時候 會做一些事情 但是這個真的是 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說 當我們在這個回家的時候 你躺在床上的時候 盡量不要去想工作的事情 盡量不要拿一個電腦 拿一個手機在判 在這個判 就是分配這個工作的事情 原因就是我們頭腦 會往往把床 想成是一個痛苦的記憶 就是它好像 像我們上班一樣 它會把它想成是一個 我們需要工作 需要努力 需要出一點力氣的地方 而不是一個像 真正睡覺的時候 這樣舒服的環境 就沒放鬆了 沒錯 所以我會建議是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畫 其實不是說真的 我們右腦就是睡覺 左腦就是電視 電腦 而是說在床上的時候 就把它區分開來 床上就做床上的事情 那在電腦桌盡量 我們像有些套房的 我會建議是這樣 假設你回家 你工作真的要帶回家 你不妨在你家的這個座位 跟床的中間 隔一個很小的屏幕 讓我們頭腦產生一個錯覺 這是另一個空間 這個空間是上班的空間 但我到了床的空間 它就是一個舒服休息的地方 讓我們頭腦學著 去好好的睡一覺 是 你以為說我很聰明 我很清楚知道 我現在是工作 等一下是睡覺 我告訴你身體是會記憶的 身體是記憶的 你知道嗎 像我姊姊的孩子 他都不睡覺 而且過夜都過不了 為什麼 因為天天都在床上玩 玩完又在床上睡 所以小孩子他自己就有記憶 他覺得 反正這邊就是玩的地方 所以他根本晚上也不睡覺 在床上都不睡覺 而且床上 尤其像剛剛提到了 床上小朋友玩手機 其實是個非常大的風險 原因是為什麼很多小朋友 家長會跟他說 你該睡了 但他就偷拿手機玩 這時候燈是關著的 他躲在被窩裡面 他躲在被窩裡面 你知道嗎 我也是 開門進去 已經要翻臉了 房間是暗的 你躲在棉袋裡面幹什麼 我以為他睡覺了 我本來要出去了 我還想不對 為什麼那被子鼓得比較高 然後就把被子一掀起來 鼓得比較高 是因為他在看手機 他還對我微笑 嘿嘿嘿 他被你抓包 他不知道怎麼辦 眼睛很曬 非常曬 我先生就是這樣 我先生就是那種 你講的 工作還是帶到床上去 他不是拿手機 他是拿iPad iPad比較大 我還是得划 他還要去看他的工作 內容你知道嗎 可是你知道 長期這樣下來 我先生有一陣子 他的眼壓 就是真的飆高 飆高 後來醫生跟他說不行 一定要讓你的眼睛修行 因為我先生就是 他是亞醫師 就是看著 他就要用眼睛 回家之後 他又很忠實的 抱著他的iPad 我發覺這樣子 真的是會傷害眼睛 他其實除了傷害眼睛外 還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的手機裡頭 會釋放一些光線 這些光波 會讓我們的頭腦 誘發他 清醒的感覺 而不是想睡覺的感覺 所以他不是只有 傷害眼睛 他還可能會失眠 失眠 睡睡不好 所以真的 這3C產品不要戴上床 所以我們不要只有罵男生 我可知道很多女生 其實也拿了平板 在床上在追劇 是 我也看得到這樣 倒在看 對 怎麼樣 然後就告訴我 眼睛很暗對不對 眼睛很暗 快點給我拿一杯茶 然後 因為我在家 有時候也會這樣 然後我們家女兒說 過分囉 媽媽你自己看得很爽 我就趕快站起來 好 身體力行 我不做 你也不要 因為其實對你的眼睛 是會損傷的 是 沒錯 所以你的營養素其實 會用你的身體反應給你 你就感覺到乾啊 色啊 所以 我們其實眼睛太疲累的時候 不是只有眼睛的問題 還有別的問題 所有的黏膜 事實上都會受到損傷 對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候 這個當下 其實我們發覺我們真的是 現代人跟以前的人 真的是有太多的文明病 會慢慢出現 對 這些東西我們就是要強化一些 可以幫助我們 強化我們的眼睛黏 或是我們的呼吸道的黏膜 甚至我們的皮膚黏 這類的保護我們自己的身體 我會建議大家 在某些營養素上面 特別加強一下 包括維生素A C E 植化素跟水分 維生素A 主要是它可以有保濕的作用 它可以強化我們的上皮細胞 保持我們的臉膜細胞外層 比較保濕 而且眼睛也保護了 皮膚也保護了 對 我們哪些食物有維生素A 比較豐富呢 深綠色的 紅色的 黃色的 蔬菜水果你都可以多吃一點 好 那維生素C主要的作用是在 強化細胞跟細胞之間的間解 對 所以你的細胞間解強壯的話 自然就不容易破裂 也不容易老化 所以你的皮膚就會變得比較緊緻 你的眼睛當然也就變得比較強壯 那什麼東西有維生素C 當然很多食物都有維生素C 但是因為維生素C很容易 預熱就破壞掉 所以唯一的來源就是新鮮的水果 最好 對 所以像一般來講 我們可以拿著大有舉手可得的 芭樂 蘋果 奇異果 柑橘類 這些都很OK 那另外一個維生素E 維生素E是因為它可以抗老化 它可以保護我們的細胞的細胞膜上面的 油脂不要被氧化掉 那只要抗氧化 細胞膜就可以維持下來 就可以拉長細胞壽命 所以一般來講我們就會建議 多吃 攝取一些好的堅果 是 就為什麼剛才我們說 早上你要吃一點堅果 其實好處在這邊 OK 另外多選擇一些含有 生物易黃銅 額茶素 或銀朵類的植化素的東西 其實這個原理都是在於 幫助我們清除自由基 當你的黏膜 因為接觸外面 不管是輻射線 或者是藍光 這些山西產品 導致我們的身體的破壞 都可以藉著這些植化素 來做清除的動作 所以延長我們的黏膜細胞 加長我們的黏膜的強度 這樣我們就比較不會生病 那最後當然就是多喝水 水混很重要 幫助我們的新陳代謝 所有的黏膜都可以維持得比較好 有潤滑 強化的那個效果 很多人很聰明 我才不要從這邊去摄取營養素 那不夠 我如果吃葉黃素 現在很流行 以前魚油 現在葉黃素 然後都吃 多少是不是也是有效 對 但是要這麼講 你單一選種就是一種而已 可是我從天然食物 我可以同時吃到好多種 對 沒錯 對啦 所以跟你說 順天然也是最好 所以在上班族很多時候 你在辦公室有一些 你不知道的地雷 譬如說有些時候 你知道 那個電腦 這樣滑來滑去 那個手 晚睡到症候群 鄧老師你也知道 很多啊 很多人來上課 就是為了他可以調整 他的晚睡到症候群 怎麼去伸展 因為隨便一個動作 就已經開始痛 痛對不對 對 痛得哀哀叫 什麼是晚睡到 不是你很晚才睡覺 晚睡到症候群 你講的是晚睡覺症候群 不要晚睡覺 要很健康 早上節目十點鐘要看 你不能睡超過十點 好 來講一下 我們先講一下 晚睡到症候群 看這個晚字就知道 他發生的位置在手腕 很多人他其實會 搞不清楚這個症狀 我先講給我的病人 我有個病人 他是個蠻年輕 二三十歲的一個上班族 他有一次來 他就跟我說 他是不是得糖尿病 我說為什麼你會這樣覺得 他說他手很麻 那他有上網查 他發現周邊神經麻 跟糖尿病是有關 他真的臉看得愁暈殘無 因為他說最近體重又下降 講了一堆症狀 聽起來真的很像 於是我就幫他驗了血糖 是正常的 後來我再去 第二次第三次問的時候 我才發現 他每次麻的時候 他都會這樣子 我就問他說 你到底是麻哪幾隻手 他跟我說他在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手 從大拇指開始算起 大拇指 然後再後面兩隻 再一半 他就幫我比這個地方 結果原來他是所謂 典型的晚睡到症候群發作 為什麼我們先講一下 其實我們的手腕 這個地方有一個韌帶 這個韌帶下面通過了兩條 主要的神經 在支配我們五隻手指頭 其中一半叫做正中神經 這就是我們壓迫到的時候的 所謂的正中神經 那因為另一個神經 它不是從這裡頭走 所以它比較不容易被壓迫到 那當我們壓迫到的時候 它所麻的一個位置 就是標準的三指板 所以就是從大拇指開始算 一二三 三指甚至還有一半邊 當你這一半邊呈現麻 甚至有些人是熱 有些人是刺痛 不一定 這些症狀的時候 你就要回去想想 我的生活作息中 是不是有常壓迫 這個位置的行為 我那個病人後來我問他 一聽他一跟我比這個位置 我就知道這典型的 晚睡到症候群 我問他他就說不可能 他說他以前說 因為他的隔壁朋友 就有被醫生診斷 晚睡到症候群 所以他就有特別注意 在他的電腦桌滑鼠 下面有電一個東西 一個軟軟的東西 對 軟電 其實大家要特別小心 其實電那個東西 當然固然是好 但如果你太依賴這個東西 反而會讓症狀加距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就問他 我就請他拍照 因為他的工作是 12個小時以上 全部都需要弄電腦 所以他其實手 不可能一直提著 他全部的重量 都是壓在這個上面 因為他覺得軟 所以永遠都靠在上面 所以他其實長久的時間 這個地方是變相性的壓迫 所以讓症狀是加劇的 所以晚睡到症候群 其實第一個 我們先知道他的位子很典型 假設你是三指半 你就要小心 第二件事情 假設你就晚睡到症候群 唯一的做法就是讓他休息 那我們剛剛講的是症狀 還有一個自己 大家可以在家裡 自我檢測的方式 你拿出兩隻手指頭 垂直的這樣子 來收場 手背對手背 手背對手背 垂直的就是肚 這樣持續30秒到60秒的時間 假設我們在現在 講話的過程中 你開始覺得不對 所以我的手會麻 會刺痛 會有任何的感覺 就要特別小心 你可能已經 有晚睡到症候群 假設說我們的韌帶 或裡頭的軟組織 已經有發炎的時候 它會馬上出現變化 所以假設我們做這個動作 30秒 你就開始覺得 手怪怪的會刺痛 你就要特別小心 我 我沒有耶 等一下 我沒有耶 各位你是不是也沒有 恭喜你喔 但是你可以這樣測驗一下 你是不是真的 有晚睡到症候群 是 OK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我們的姿勢啊 我們要去調整啊 所以我們接下來 要請唐老師給我們 很好的方法 因為你練瑜伽 來解說一下 好 我來帶一個很簡單的動作 這個球好好用喔 你每次都會用這顆球 對 我平常如果要打稿子 或做任何的 在辦公室前的 我都會用這個球 做電腦前 也用這個球嗎 對啊 我跟你講 你坐在上面 就是你自己會覺得 如果你歪了 你就會逼自己 這個球是我覺得滿好的 對 做整形強化起來 核心有力量 你就不會駝背 也不會腰痠背痛 而且像女生的話 我們下方的 土盆底肌群更需要 不然有些還會有些 像生腕還是漏尿的情形啊 對 所以你每天坐的 其實就是一個 可以坐著瘦的方式 對 OK 好 那除了坐在上面以後 因為我們主要是 上班族嘛 如果你一直都駝著背 就像你的肩頸啊 這邊都是緊繃的 所以很簡單 我會把它們 可以坐著的話 雙腳打開來 雙手合十 兩手往上 還把它的右腳往外 進入一個勇士式 勇士之後 這很伸展耶 這個動作 對 手讓它長 而且把你的手打開來 掌心往下 手打開 對 有沒有手緊緊繃往下 有有有 你一會有拉的感覺了 對 整個從胸部 你會覺得 如果你今天胸悶 你連胸口都會打開來 之後 我會再把手肘放下 還有兩隻手對抗 停在這裡 這看起來就很放鬆 停多久 每天有坐應該 對 應該會有 應該就不會有往上 有啦 真的 我感覺真的會有拉 對 這裡的話就是把你的手 慢慢往下 往下 蛤 各位 這是屬於 比較異常的動作 如果你做得到後 我就恭喜你 就是進階了 對 進階了 不然一般人就這樣就夠了 是 那還有第二個動作 就把身體轉回來 這要勇士一 往上 拉長 再把你的右手抓左手 一樣把手搬回去 對 因為你知道 坐辦公室通常會變這樣 就這樣子 整個髖關節 這邊彎曲的地方 都是縮著 縮久的話你起來 你就還是會變成這樣子 對 你久了就是腰痠背痛 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 從腳到手到頭都要拉長 不要只有拉這個 對 那我如果沒有這顆球 一般的椅子可以坐 也可以 對 只是球上的話 你就是順便 你會維持平衡 對 而且你的核心 順便瘦一下 對 順便瘦一下 把你的脊椎拉長吸氣 看得就好舒服喔 這個動作 但自己可能做不來 不會 其實很簡單 而且當你伸展完 你都覺得 整個精神都好起來 OK 所以如果是一般的椅子 也可以坐對不對 對 如果你真的沒有的話 你就是 只是有點卡卡 就是腳要放在哪裡 小心 對 好 我們請湯老師 繼續做這個動作 對 然後我們等一下來告訴大家 如果你能夠在辦公室 下午可以小睡片刻 但是小睡片刻 真的有休息到嗎 我們還是有敲門會告訴大家 讓你身體真的能夠醒得來 馬上回來 當我們午休的時間越長 你晚上的睡眠的品質就會被打亂 好 工作其實是很忙碌的 到了中午你可能會覺得 昏昏沉沉的 有的人甚至連午餐都不吃了 那就要趕快去睡覺 可是你知道其實 下午的時間如果能夠小瞇一下 差很多 差很多對不對 但是你要搞清楚 午休跟午睡 其實是不一樣的 對 不能睡太久 有敲門的 你不要越來越昏沉 是 其實你知道在英文裡頭 午休有一個字叫Nap 然後另一個字叫Sleep Sleep的意思就是 晚上睡覺的一個時間 我們建議說 其實很多人都會問我們一個問題說 到底要睡多久的時間 基本上要小於30分鐘 我是比較建議的 但如果你真的很累 可以睡到一個小時 就是你自己看一看 你自己評估一下 但我們希望的時間 大概就把午休時間 設在15分鐘到30分鐘內 為什麼 因為我們午休 希望的是Nap 就是一個小小的休息一下 把你白天累積的這些累度 可以趕快釋放掉 頭腦比較清晰 但是Sleep 就是一個正式 我們躺在床上 或讓我們睡覺的一個過程 這個過程它其實時間 是比較長的 當我們午休的時間越長 你晚上的睡眠的品質 就會被打亂 那我們會希望的是 其實整個睡眠 是在晚上的時候 一股作氣把你的睡眠 弄到很完整 而不是在中間休息一段 晚上再休息一段 這樣你會以為 我中午比如說 休息一個小時 晚上休息五個小時 加起來是六個小時 剛剛好其實不是 我們中午的時間 是不算在正常睡眠裡頭 所以中午的時間 其實輕鬆一點點的 釋放你的壓力就好 而不要過多 有的人會在辦公室 要趴著睡 又怕說 那肚子好像又壓到了 沒有消化 我看有些人 他們很聰明 就坐在辦公椅上 往後躺一下 靠著牆壁的地方 你知道那個差很多 即使是 然後咪個五分鐘 五分鐘 好像充電又充飽了 對 如果像這種型的 就是好的 就是當你咪一下之後 醒來的這個 感覺精神抖擾就是好的 是 沒錯 好 那我們能夠精神抖擾 在中午休息的時候 你能夠有被充電的感覺 其實飲食也很重要 可是有時候我現在 錄影也是吃排骨便當 有看到排骨便當 那個肉肉很好吃 一塊吃下去 我就很想睡了 所以午餐怎麼吃 才不會昏昏欲睡 是會 基本上就是回到 你剛才講了 你看到排骨很好吃 吃下去昏欲睡 油炸的東西要避開 真的 真的 你要過度的油炸 可是便當都是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 你真的沒得挑 請你做一件事 去皮 去皮 那塊排骨 真的不行 餐廳只拿起來 吸油 還有一個就是 其實就算你 真的一點概念都沒有 我們就跟大家 分享一個概念 就是你腦袋放在一個 叫做我的餐盤的概念 吃到那個份量 食物的份量 你能夠搭配得好 其實可以讓你整天的精神 都可以都很愉悅的 然後都很亢奮的 能夠很專注的學習 那什麼叫做我的餐盤 這個是 這個嗎 對 健康餐盤 幾年前呢 在美國農業部所公告的一個 我的餐盤的概念 就是你的飯量 跟你的蛋白質的來源 應該是一樣的體積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所以假設我今天是一碗飯 那你的豆腐類 豆干類 魚類 肉類 加起來加種 大概就是一碗的體積 就是一比一 但是你的蔬菜的量 一定要比一碗還要多 所以當你吃了一碗飯的時候 你的蔬菜量 就大概要到一碗半的量 那你的水果呢 就不要到一碗 就比一碗小 所以基本上就是依照你這一餐裡面的主食量 來決定其他的份量的搭配 所以假設我今天想減重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可能只吃七分滿 一碗的飯量 OK 那你就記得我的豆腐 我的魚肉加起來 我也是一樣 就是七分滿 不能再多 但是我的蔬菜就要比這個七分滿 還要更多 我可能就要搭到一整碗 那相對的 我的水果就要退回來 要比七分滿還要再少一點 所以你知道有這樣的概念 搭起來你的 所有的六大營養素的比例 大概就是均衡的 所以你基本上 油炸 油煎 油酥 因為過量的油脂 會讓我們身體 採生過多的自由基 你會很疲憊 所以基本上 在這些食物的挑選過程裡面 我還是建議大家 油炸 油煎 油酥的食物不要挑 這是營養師的餐盤 我的便當 其實飯也是這樣一半 那個大腿 大的雞腿 雞腿跟排骨也是這麼大一份 可是我覺得補片 比較缺少的是蔬菜 對 你有沒有 你的蔬菜有沒有大於你的米飯量 我發覺重點在這個地方 好的 如果你午餐的餐盤 也能夠蔬果還有蛋白質 都能夠有很好的比例的時候 再來你下午的精神就會很好 可是人剛醒過來的時候 還是要有一點方法 把身體叫醒 所以湯老師要教我們幾個方法 讓我們在午休之後 小些片刻之後 可以醒得過來 我們剛剛已經準備 要團購那顆酒了 聽說科技公司很多 他們辦公室就用這個當辦公室 對 我記得好多年前在國外 就是這樣子了 現在應該更多了 因為他坐著身體會挺得起來 你不會歪起扭發 而且像一些脊椎側彎 他們都可以讓肌肉平衡 因為你肌肉不平衡 你的脊椎就會容易歪掉 OK 所以光這樣坐著 像如果你睡覺起來 你就可以坐在上面 還輕輕的伸個攬 腰也好 就是把你的身體輕輕的打開來 那有些動作可能 你可能趴著睡 如果你趴久 不是腰痠背痛嗎 對 我會建議一些 你可以做一點微微的後彎 可是千萬不要馬上後彎 你一定要去想下巴往上 而不是頭 有些人說 身體頭往後 就是這樣往後 可是你不能把頭往後的感覺 你要把下巴往上的感覺 這也是叫一個後彎 你要把力量往上延伸 平常你又先 好像我們那樣睡覺 睡起來之後 你就可以把身體動一動 快把雙手打開來 深呼吸 深呼吸之後 對 快把你的手移到你的椅子後面 對 如果你有球椅是最好的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抓著椅角 只有辦公椅 各位你們可以 不要拉沙發椅 你們去拿一張椅子來拉一張 對 你可以抓著那個椅角 後來抓遠一點點 抓遠一點 對 抓遠一點 後來把你的胸口再一次 先往打開 後來往上 對 往上的感覺 你會感覺到你背後的那個背 都往下刷下來 而且胸口往上提起來 所以這樣你的肺活量 如果不就打開了嗎 對 背後要打開 而且深深的深呼吸 你可以停在這裡做四個深呼吸 脖子比較短 來 下巴太高 可是脖子是拉長的 而且背往... 你知道很多人都那個 背都會有個水牛肩 而且這邊有個富貴包有沒有 富貴包 富貴很好啊 富貴包 因為有些人的 這邊會變得很厚 對啊 跟女生 不是身為小孩子才會這樣子嗎 沒有 我們都是外生小孩才變這樣子的 有一些男生也是 就是他們打電腦打九塊 這邊就變厚的一大坨 不被熊腰 這邊會一坨這樣子 整個變形 整個肌肉都變僵硬了 對 頸椎變形 下巴抬起來 對 下巴抬起來 那頸椎是拉長的 拉長之後 把它的背往下 這是一個筋膜的平衡原則 把背部往下 它胸口打開 這樣子的去感覺到 你的呼吸是一個 螺旋的往後走 所以它就停在這裡嗎 對 停在這裡 深呼吸 對 深呼吸 這樣會長高嗎 這樣長高喔 如果你的脊椎有更多的空間 我相信它會長高 還有第二個動作也很簡單 第二個動作就是 像有些人會 久了就駝背 對 其實它又是駝著 那你一定要先讓你的手往上 手肘往內 用你的另外一隻手 抓住手肘以後 手掌往後推 用你的頭往後推 而且這個感覺喔 你要去感覺到你的手肘往外拉開來 大家看一下我的背 如果我的手 手 往外推 有沒有看到我的肩胛骨 有 夾起來 它是來往外拉的 對 我的手肘往外拉的時候 我的肩胛骨是往內收的 很多人的肩胛骨下方是沒有力氣 所以就會一直變駝背 所以肩胛骨往內收之後 頭再轉到你的左邊 OK 好 頭跟你的手再繼續對抗的感覺 OK 這種感覺 要慢慢的 不要急 拉到後面停在那裡嗎 對 停在這裡做幾個深呼吸 各位你也在做嗎 可是記得這股不要撐出來 廣告時間持續做這個動作 對 就停在這裡等到我們開始 好嗎 等一下我們回來再告訴你 下班之後還有很好的養生妙方 不要動 繼續深呼吸 我好害怕喔 因為我以前看到一個好像是酷刑的東西 可是我剛剛明明就覺得 很舒服 很舒服 有沒有 但是你如果肉眼去看 瑜伽為什麼會有這種虐待人的東西 對 雖然你說你看到它刺刺的 它是硬的 它是硬的 真的 我剛剛不小心跪下去 阿娘耶 差點哭出來 就要不能用骨頭去碰它 要用肉 因為它可以刺激我們的皮膚 它會產生一種叫催殘素 它會讓你就像擁抱荷爾蒙你知道嗎 它會讓你會覺得比較輕鬆放下來 很多的壓力啊 還有一些疼痛的感覺 對 就是可以讓人家秒睡 好 這個就是要讓你下班之後 怎麼樣讓你身體可以休息 對 然後可以用這樣養生的方法 讓你一整天的辛苦 感覺睡覺之前 你不會覺得是疲累的 你知道睡在上面感覺 好像全身劃到床底的感覺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很多學生就覺得很好玩 那睡在這上面要幹嘛呢 而且它睡著 你可以做一些簡單的動作 是 像我們會 在這上面還要做簡單的動作 對 我覺得觀眾朋友可能 不是很清楚知道 它真的是塑膠的硬 它是真的硬的東西 對 真的是硬的東西 它現在先側躺 對 先側躺 側躺你身體是有肉直接就 壓在上面 對 最好不要穿衣服喔 說真的 真的嗎 年功 好 而且你光刺到頭皮 它就會讓你的頭是解壓的 是 你可以做一些這種吸氣 瑜伽很注重吸氣 對 很重的呼吸 呼吸 呼吸可以放鬆 要呼再吸 對 呼吸 呼吸 打開的時候吸氣 湯老師的姿勢太優美了 我看了都想睡覺了 就是很舒服的感覺 所以你是被姿勢催眠 對 因為很漂亮啊 就感覺很美 很優雅 所以我們節目你可以錄下來 你也不用錄了 你用YouTube上面查就可以重複看 你可以重複看 對 就可以重複一次 來做 之後我會躺平 我跟你講躺平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大休息 大休息 大休息的話其實很重要 就是你要完全的去想你的 從腳趾頭肩膀 就全部一節一節的去放鬆 而且放到你的眼睛都好像陷到眼窩裡 你知道嗎 你現在把眼睛 人往下沉的那個感覺 對 大家可以把眼睛閉起來 後來去想看著你的眼窩的深處的感覺 後來就好像那個眼球都陷進去 後來全部的皮膚都放進去 看著你的眼窩 看自己的眼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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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老師講的這個是真的有根據的 在我們有一個叫做睡眠行為治療裡頭 有一段它就是說叫我們弄美肌肉放鬆 肌肉放鬆就有一點像唐老師他們這種瑜伽的說法 你去感受你在眼睛閉上睡覺的時候去練習每一個肌肉 先把它收緊再放鬆 每一個肌肉從可能從你的臉部的小肌肉開始到全身的大肌肉 一個一個放鬆 放鬆完之後其實它有點像轉移注意力 也幫助你做一個這個睡覺的一個吃前日背 對 所以像這種刺刺 它可能一開始刺到會有一點點小刺激 可是它反而是一個對比 會讓你全身在化掉的感覺 因為它不會一直讓你產生那麼大的刺激 而且輕輕的躺下你是舒服的 所以這種收和放 你會感覺到你身體真的是完全的放掉 像通常躺在上面 我們會做到五分鐘 或是最多到二十分鐘就可以拿開 而且拿開以後就超好睡的 你就只要躺在上面就好了 對 就睡到早上都還就覺得好 完全都睡到很飽很飽的感覺 這是唐老師他是個人用瑜伽的方式 其實除了做動作之外意念很重要 你要去想像身體的放鬆 那我們舒惠老師的這個就更厲害了 請問你用什麼方法在下班後放鬆 因為真的很忙 然後我先生回家也很忙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晚上要睡覺之前 沒有應該是說他下班回來之後 我們就會一起做拼甩工 那拼甩工事實上我想大家都知道吧 就是數五下頓一下這樣子 一 二 三 四 五 點兩下 膝蓋點兩下起來 就是個微運動 微運動 對 那我大概會做個十幾到二十分鐘左右 最後呢我開始會做高甩 因為其實後面還會有衍生 高甩 側甩 然後畫圓圈 我媽也有這個運動 那你們一邊做運動一邊聊天嗎 看電視 看電視喔 夫妻不講話 你就知道感情也差不多 沒有 我們就好了 我們這樣一趟下來大概可以打個四五十分鐘 那你們可以牽著手甩啊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就可以一邊聊天 然後一邊看電視 其實就是讓自己 其實那個有一點就是 反正就是腦袋就是全部放空 就是不要再想雜念的時候 對 然後你就是讓肌肉整個運動 因為整天都奔得很緊 肌肉就很放鬆 然後全部都弄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去洗個澡 然後上床睡覺 所以很容易休息 OK 好 腹肌就會很恩愛啦 那陳醫師妳有什麼方法 其實我們都說 在工作壓力大的時候 不妨來一場旅行 好 因為旅行的時候 其實可以讓你身體徹底放鬆 但問題來了 你哪有一年四季 哪有那麼多時間 可以請假出去旅行 是不是 所以呢 我自己發明了一個叫做 腦袋旅行法 什麼東西 用想像的嗎 腦袋旅行法 OK 好 真的有時候我真的會這樣說 就是每一天呢 尤其在那一天 你已經感受到壓力非常大的時候 這有幾個前提 要去找一些照片或你想像的圖 是你去過的地方 好 所以這三張就是我去過 這個是德國的一個 好漂亮喔 洋蔥教堂 這個我相信大家知道 法國的巴黎塔塔 是 這當然就是富士山 富士山 那你可以去 這個在網路上 或者是你自己以前的照片 去找一張漂亮的照片 看完這樣的照片之後 眼睛閉上 去想像去勾勒出 當時你眼睛跟印象中的這個地方 去感覺一下那個時候的風 去感覺那時候的溫度 去感覺那個感覺 愉悅的心情就回來了 所以你要把那個聞到的味道 跟你感覺到的溫度 都把它響進來 對 這時候我只要做完這動作 一醒來看到我老公就 哇 精神無謀 好 各位這個方法 讓你可以試試看 希望你可以晚上睡個好覺 醒來的時候 也是精神抖擾的 非常謝謝三位 謝謝 謝謝 我覺得我真的是 對姓梅最好 你躺躺看 好 好